有你幸福 共祝花团尽足 好 幸福 女生好 音乐长好 各位参观家人 大家下午 我是来自新族的采离 那天 我们每天天记忆问时 有听到子澜的讲说 女院长得提到 事前我们分开的 寄予人的经历的心得 对 然后就觉得说 女院长的记忆好不好 都会忘记这件事 对 然后今天就是说 真的能把我们自己做 在做生命的 这样子持续的学习 至于在106年 因为这张东西 内障的问题 是要加入我家 然后在就是 可能你喔 又犯了错误 当你在安逸的时候 你就会忘记你的任意的 那时候就有 懈怠 有心怠 然后有 就是说 又发生一次的总结 对 那在 我记得 那时候在做第二次治疗的学习 中文 就是说 从前面给着我 然后这时候就很感动 我觉得 我长那么大 10岁 然后在治疗时候 那个做化疗的口是很痛的 然后就每天看完都陪着我 大概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后来在治疗完成的时候 我自己就 从进入叉马的时候就有个心愿 一直想要对妈妈进来 一直想要对妈妈进来 可是妈妈是一个 镜头中的老修者 她觉得你们这一趟 她不是 她也是习惯这个面积持终 你们喔 后来你就有一天我妈妈一句话 那你这么多年在健康中 这么多年 你有看到母亲多吗 所以妈妈就跟我说 她说 现在这个情况 跟着我到今天也很小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妈妈都时常自己在家里 那我跟她说 你要出来走一走 不然我一直想 我会痴呆 然后她就想说 哎呀好啊 那女孩要带我出去上课 然后她就说 好 然后她这四月那时候 就进来 今天会学习 那她今年八十年 对 她要离拜六 离拜天 就跟着我 在那里面 在学习 她看老师的书 是哪个放大街在看 对 一个是一个是看 然后超马 她就是推的冷静状 本人的大本人 其实她比我们还精进 只是她 她比我们还精进 那老师教的东西 和她的朋友 她又说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说 她是我学习的榜样 好 那其实我在第二次治疗的时候 我有动摇了 在超马歇 我有动摇了 就像刚刚志宇分享这样 我有动摇了 因为人 人会想到 这是我的生死大怪 或许会有更好的一个系统 能够帮助我 可是我发现在那边 两个多余 我这心越来越不快乐 非常地痛苦 我今天都笑不出来 后来有一天 这个当初接引我的那个朋友 他就说 你曾经去问过你的灵魂想到什么 你的内心想到什么 对 那后来我就去问我自己 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哎 当你在夜深冷静的时候 你去想 原来超马的这个系统 他所 老师所教的这个法 是我自己 我的灵魂想要的 而不是那些 那些就是说表向的宣法 还是很花俏的那些宣法 那些都不是我想要 我只想要一个灵魂的成绩 后来我就 再有一次 就是有一次 我断囊我就跟前系统的老师说 我还是要选择超马 因为我在这边才能找到我的快乐 人生 我想说我五十几岁 我人生还有几个五十几岁 可以再荒废 所以我就一人学俩 我就离开那个系统 超马这边就更精进地在学 然后就这样子一路一路这样走 所以在追踪过程当中就很平坏 然后后来在上一次我参加 银蜜场的这个 的香肠的时候 是9月4号 9月4号 然后我在拍 其实我在8月6号的时候 我因为拿水管 在洗地拿水管 那这个腰椎中 有一条肌肉去扭伤 太不像神道 这样子到了9月4号 已经快一个月了 没办法 好 吃药啊 身体有人叫我说 你去给伤科 那把背踩在背上踩一踩就好了 那我想说好恐怖 一个人踩犯 我就背上 那一分量什么 我都不敢 好 结果 我就到了这个药剂师那边 拿了一个骨科的人 他跟我说你这身体有伤 吃了有香 每一次他都发作 就这样持续 快一个月非常的痛苦 我没办法做 我做到是要扶着一臂 然后在9月4号的前两天 在做余思相应法的时候 我就跟万老师 我说已经通常说不了 那出去发个书 背着那个包包 那个包包真的很重 而且机车的时候 尤其你遇到 稍微有坑洞的时候 那个口袖在丟起来的时候 我给那个 真的好像要分离了 非常痛苦 后来我就在念了我们的感恩师 就是聚集加成本 念到老师就说 念到你发型了 然后我就出来 出来之前 就听到一个声音 就问这一个声音 他说 你去参加德香厂后就好了 那我心里想说 那我德香厂到你 你不会没去跟老师 你爱谁没跟我说 你参加德香厂后就好了 那我们当然也要有那个实验的先生 那我也是要做实验 其实当下我就已经知道 这是老师他在播放天地 他们爱都一直都在 跑 那就在回程的时候 当天回程的时候 早上来很痛 回程的时候 搭新竹家人的车回去 我想说 欸对了 跟老师有讲 我那天做西方 我说参加德香厂后就好了 我在车上就说 欸怎么不会痛了 真的不会痛了 那么今天我在这边分享 完全都没有发现 好像完全都没痛过了 因为那种痛是你 你只能站着躺着 就是不能做 对那种痛我很痛 那因为以前 都有这个打坐习惯 喜欢盘腿 哇那个腿根本盘不起来 盘不起来 一盘起来好像说 就是上下在拉扯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 哇 连参加一场德香厂 这种共振联席交流 有这种共振 就能把这个一个快一个月的这个 扭伤的这个毛病 全部都处理好了 然后其实 今天没有直播 有一件事是比较悬 不曉得可以 再一次 一次说 我在这样 就在好像三四月的时候 我记得这三四 有一次在做女士相片的时候 不然间 老师在讲说 你要去购买十月份的音乐 天地音乐想要的票 五十张 那我心里想说 三月 那我们音乐会是六月 怎么会跑出一个十月 那时候自己还觉得很莫名其妙 那结果 哇 当初六月解释就宣布十月 我就说 哇 那应该是我在中间 或许有什么状况 老师又开始在多转 那我就到 叫老师的话 这样去共振 咦 那我应该是昨天 那我明天是回忍报告 然后我就想说 到底是有什么事 老师已经开始在讨论 那我就先送给我们健康 这个 这个 健保 健保什么 就是可以去查 我们的那个警方报告 不用得到当中准备的 那我就上了看 我看一下 诶 这指数好像有点偏大 但是是要标准值 那我心里就想说 天啊 老师三四月就已经知道了 这样的购买 在当中 它已经开始在破坏了 然后其实 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吓一跳 我想说 诶 怎么会有三冲了一下 可是当时我一转念 我就觉得说 因为或许会有更高的数值 导师已经告诉我了 你要怎么做 然后马上就把站 他一直在标准值里面 那就很奇怪 我今天要来参加 这场健康展的时候 欢迎早上做一个梦 我就梦到营运棚 化成一个美丽的医生 真的白跑 对 真的白跑 那我就心里想 哇这天使是谁啊 怎么那么漂亮 诶 原来是营运棚 他就告诉我说 医生没有针对 没有针对你的点 在医你的病 你最重要是在你心 你的灵 结果营运棚 我就看他拿了一块 酒精 酒精棉布 把我身上全部擦了一次 那我心里想说 营运棚 他重新擦了我全身 哇那时候我是真的 那个眼泪又是寒着醒过来 因为他已经给了我 你的病是要从你的心 跟你的灵下去的医 那我就想说 对 那我今天来参加这场演义 健康这个演习家的人 我应该可以从营运棚的话语中 去找到我自己还需要更加 精进的部分 自己还需要更加改过的部分 真的很感恩导臣才能天定 我才能也相信说 我觉得能够观观 因为你们只要一准念 一准念什么市民往好的方向 去营造 去准念 那是因为最近家里喜事 所以我就想说 你们都要配营运棚 所以也去做了一个 孤零孤零的指甲 让自己非常不习惯 因为从来没有为自己搭担过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参加德项藏后 就像迷运棚讲的 你我们穿得得体 只要并高人的高度 只要看中我们自己 那以前总觉得 就像刚刚之前家里面讲的 跟刚男人有觉得说 裤子穿得 哦 做领域啊 要去奥套 什么都很方便 那穿着裙子就会不发便 诶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对 像美女花 像是在家里面 穿着裙子的话 或许我们的命运 就开始这样子在产变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